我們今天講一個不是太遠的事情 現在我們做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經歷過 就是當年這個蜂牛症 初初發生的時候 事實上那些人不知道是什麼事 就是突然間應該在英國那裡 有些人就 就是腦子出現了問題 搞了一輪才知道原來是跟那些牛本身有關 那些牛本身是牛本身有事 甚至有些不幸到就是他們初初吃牛 但是後來是騙了素食的 都出現了蜂牛症的問題 現在事隔這麼多年 近30年 其實我們找不找到那件事的起因 其實這裏為什麼我覺得要找這個題目 做科學回憶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發現這個蜂牛症那個病因的故事 都其實很值得說的 而且就是一種我們一般人很少在教科書上學到的 一種致病機制來的 就是我們如果經常說 病就是有病原體 病原體有多少種呢 有些叫細菌 有些叫病毒 有些就是化學上的毒素 其實就連不開這幾樣東西 或者有些就是菌類等等這樣的東西 但是那個蜂牛症那個這樣的病原體呢 其實我可以說是一種新發現 還有就是說到今時今日呢 都還未有得醫的 你說如果吃了一些毒素下去 可以解毒的就解毒了 但是很多時候解不了毒的 就是都沒有辦法了 那我們至少知道就是那種毒素本身就不能吃了 就是說如果說好像雞泡魚的那些核酸毒素 一碰到又是了 不可以亂吃 那些什麼VX神經毒素不小心吃又是大件事了 那些什麼山拉等等這些 這些就簡直是毒素 就是化學成份破壞了我們身體上面的一些生理的機制 於是我們就死了這樣 那這些就是中毒 其實你都可以說是一種就是說 一種身體壞了跟你去病 其實都是類似的東西 身體失去了那個平衡 但是你說如果是病 然後又可以身體自己克服一些比較生物性的致致病原 那我們知道譬如病毒 細菌 菌類這些東西 我們有時候如果細菌就是抗生素 是不是 然後一些菌類的東西 又是有些可以抗菌的 譬如你如果一個人有灰鴿 那些就是可能你要塗一些 就會抗那些這樣的菌類的東西去生長 然後病毒的感染 有些就是說你專門有些抗病毒的一些製劑 那它可能是一些干擾素 它干擾了病毒去入侵身體 就是在細胞複製的過程 就是一些干擾的機制 很多時候就是當我們了解這種機制的時候 我們知道怎樣去預防和去治療 很多時候對於病毒也好 對於細菌也好 其中一招很容易搞定的就是 就是將它加熱 去分解 但是有時候牛肉變壞了 你加熱 消除了細菌 但是它已經殘留了產生出來的毒素 你就不能吃了 但是通常這些東西有沒有毒呢 有沒有那種化學物質呢 有時候有一些化學物質 你可以用一些化學的測試來測試到它 裡面會有多一些酸 多一些什麼 甚至乎裡面會有生胎成分 你可以有一些試劑來試到裡面有這樣的成分 那就是針對不同的致命 或者致病的這樣的病原體 我們都有一定的方法 但是在這個蜂牛症的例子裡面 似乎出現了一個例外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都不可以 從我們已知道的一些機制去了解蜂牛症 為什麼是會令到人家 令到那些牛 和令到那些人會患上這樣的病 那那個key word 是不是這個prion這個字呢 P-R-I-O-N 其實就是了 但是講這個字之前 其實都要講一下一些其它的典故 我們知道蜂牛症 它出來的那個病徵就是 一個很明顯的病徵就是海綿腦的 那個腦部就會那些神經元越來越小 然後就越來越稀疏 越來越出洞 那個腦就會變成一個海綿 那其實就整個腦裡面的腦神經是衰退的 於是你就知道身體機能去失調 站也站不穩 所以為什麼那些牛又瘋了 然後又站不穩 人又會是這樣 其實就是那個我們看到的病狀就是 那個腦部就海綿化 好啦 背後就是大家就會想 是不是因為有個菌進了腦呢 是不是有些病毒進了腦呢 還是有些什麼毒素進了腦呢 從傳統三個病原的原因 我們都很長時間找不到是什麼一回事 如果說回歷史上那個記載 其實就是說 懷疑有第一個的蜂牛症 這些這樣的例子記載 是可以追溯到超過100年前的 在這個19世紀末的 但是當時是純粹記錄了 不是那些牛 是說那些羊 都是會出現一種溫溫噹噹噹的 氣不穩的這種情況 看到有人記載 然後就到60年代了 就看到那些牛會是這樣的樣子 甚至後來看到那些人也會是這樣 中間是說花了十幾年時間 不止十幾年時間 就是都好幾十年時間去找那個病因 其中有一些就是說 由1960年代開始有人提出 就是說其實會不會是一種 我們從未知過的一種病原體的機制 是令到那個人去治病的呢 很有趣的 這裡有一個故事就說了 大家都知道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人 就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 在1950年代左右就發表了他們的結果 他們就等到1964年左右就拿了這個諾貝爾獎 其實原來Francis Crick 其中這位得獎者 在他發表了DNA雙螺旋結構 在1960年代 甚至乎都是大約在他拿諾貝爾獎的前後那段時間 他都有留意到這個 蜂牛症致病機制裡面的東西 他自己就憑著自己的專業了 他就其實就 因為那時候就算是 那個基因科學的剛剛去叫做開啓了新的一頁 就是說我們終於有能力透視到基因層面的結構 他就會想其實這個蜂牛症會不會是一種 那種基因病呢? 那種基因病就是純粹有一個基因排列 這樣令到他想會不會是遺傳呢? 但是發覺很有趣的 它不是只是遺傳的 純粹是你吃它的肉接觸到也會是這樣 那麼在當時呢 這個1960年代呢 其實有個理論就是 就是還未搞得清楚的 就是說 究竟是有一種的東西 吃了下去令到人生病 還是就是說那種東西其實是 令到那個基因去表達了出來 更加明顯從而令到人的腦海綿化呢? 就是說 病原體作為一種主要的原因 還是病原體只不過是一種刺激 基因病去發生的一個原因呢? 其實在那個1950年代至1970年代 一直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的 就是當時Francis Crick 他不是去主力做這個研究 他只不過是有留意 就是這一路研究的人而已 那後來呢 就有人去嘗試抽絲剝繭 真是好像做偵探那樣去找 他就說呢 現在我們看到 有病的那些肉 就是那些有病的人也好 有病的動物也好 和那些沒有病的人呢 他們在有一種的肉類的蛋白質那裡 是有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分別的 他們都有那種蛋白質 但是那種蛋白質去摺 就是那種扭曲摺疊的形態呢 是那種患病的人是特有的 那於是就有後來剛才講的 Francis Crick講的那些故事 其實會不會就是說 由當你接觸到這種這樣的蛋白質 這種古怪的蛋白質 扭曲了的蛋白質 那種蛋白質呢 你將它 它就會令到一些你身體前載基因病 去誘發出來 還是怎樣呢 還是那種蛋白質自己 就本身有一種感染能力 它碰到一個正常的那個蛋白質 就會令到那個正常的蛋白質 都會是和它一起結合別人去複製下去 那麼這兩個理論呢 後來就得到 誰得到正常呢 就是反而 就是Francis Crick 傾向相信那個 就反而是沒有這麼對的 就不關基因的事 現在呢 我們知道那種主流 那種主流理論也是正常的 就是完全是一種叫prion的東西 prion的意思就是說 一些是錯誤摺疊的蛋白質 就是可能那種蛋白質在我們身體上 不是這樣摺疊的 但是它就錯誤摺疊了 而很有趣就是 這種錯誤摺疊呢 它是會透過你身體的新陳代謝機制 是蔓延出去的 骨牌式這樣淋出去的 令到你的身體一路複製 就不會複製回原本正常的形狀 那種蛋白質 就不斷根據錯誤的蛋白質複製出去 蛋白質這些這樣的形狀一面 最大的問題就是 在這些神經系統裡面 它原本由認得變成不認得 就是有一些東西 大家如果純粹學傳染病學疫苗都知道的 你很多時候認不認得 那個細胞認不認得 那種這樣的傳遞物 就是很多時候看它的蛋白質疊成怎樣 裡面那個圓件變成形狀 基本上就整個系統一彎了 那現在這裡就發展了 在你的神經系統裡面 就出現了這些蛋白質疊疊出現問題 那久而久之就是萎縮破壞 而很有趣的是現在就是一種 病毒就會騎劫你身體細胞大量複製 從而蔓延出去 細菌也都會拿你身體營養不停地分裂複製 蔓延出去 但是這一種叫做prion 就是中文不知怎麽譯 就是一種叫做軟圓體 這些東西 它就是純粹一個化學結構 那個化學結構可以鼓勵其他人 和它重複這個化學結構 這樣來扮演出去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蜂牛症本身 它發現 就是那個機制的發現 完完全全是開啟了一種新的 就是一種致病機制在背後 那從這裡呢 你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說 哇 為什麼蜂牛症那些肉 直接我們吃都不好吃呢 原因就是因為 不是說你去煮一煮它 就可以煮爛它 你的病毒也好 細菌也好 它很不耐熱的 你煮熟了它就變質就沒有了 但是這種錯誤折疊的蛋法則 你不可以透過煮熟它 來讓它變形 你破壞不了它 如果這樣煮的話 你怎麼才能破壞它呢 除非你好像用一塊金屬 用一塊石頭 將它整個化學結構 瓦解去融掉它 其實就是靠這樣 基本上可以說你燒焦了它 你燒焦了它 你就可以消滅它 所以這件事就棘手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說 哇 那些英國牛肉 買得很便宜 我其實很不幸 自己當年在美博的時候 你要吃新鮮牛肉 都有差不多一季的 美國吃肉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但是唯獨是 如果那些肉是由英國來 就連了特價 label 如果你想夠不夠吃刺肉 駁一鋪呢 那就買些英國牛肉來吃 那我不如吃河豚 河豚死得快 河豚會死 這個多大折磨 是的 這個黑亞義士症 或者蜂牛症這些 它那個蔓延過程可以是 可快可慢 其實好看那種致病的那種蛋白質 它能夠鼓勵你身體複製得多快 越快的話 你就要病徵越快走出來 甚至有人就說 可不可以成為一個恐怖襲擊手段 去暗殺 去毒殺的人 譬如你都知道 有毒藥就可以拿來去毒殺人 就拿去做謀殺 但是現在有人會說 會不會這種蜂牛症的這種蛋白質 都可以成為一個毒殺人的機制呢 首先就是 的確它可以很不留痕跡的 而且就是 你在那個過程中 你不可以由任何毒理學的方法 來發現它的存在 然後就是說 你就算處都很熟 它一樣會有在 然後它也會給出一個病 但是問題就是 它治病就是 需要一段時間 去建立那部病在背後 好 那麼這段歷史 就現在是一個比較詳細的記錄 我們看回 是無用中文的維基白科 和英文的維基白科 都有相當詳細的 是的 那就是 是不是代表現在 我們找到這個士氣因 我們是距離找到 就是去醫治這個病 是都開始接近的 其實就是這樣 這裡就講到 這裏就由科學回憶路 跳到科學生肢了 其實這宗新聞 我們找出來 就不是純粹看Wiki 看故事的 就是講到 就算是剛剛這個禮拜 有人都去提出 一個新的方法 因為我們現在 能夠了解到 這些分子的形狀的機制 是越來越精準的 因為經歷過這個瘟疫之後 就很厲害 一直就是我們研究這些 蛋白質摺疊的問題 還有去擁有了那種 冷凍的技術 來去看這些分子結構的技術 已經是很成熟的 所以我們能夠掌握到這些 Priorant 就是一種蜂牛症的致病原 這種能力 掌控得越來越好 於是乎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希望 就是開始有新的一路就是說 既然我們能夠掌握到它的形狀 甚至乎我們知道 它怎樣去複製蔓延出去的機制 如果我們能夠阻斷介入它的話 能夠放到適當的物質 在我們的身體裏面 阻斷它的蔓延 就算我們不能夠根治到 這種黑馬爾事症 我們可能好像最後 像愛知病一樣 將這種病原體 在我們身體的量 壓抑到非常非常低 於是乎一輩子都不發病 那似乎是有這樣的希望 但是有沒有第一種 第一個臨床藥是做出來的 還沒有 但是現在起碼 已經有人提出 就是說 它透過這一種 去瞭解 那個蛋白質形狀的 這種技術 我們就去設計 準備好去設計新藥 來去阻斷了這種 這種prion protein 這種錯誤折疊的這種蛋白質 去影響我們的身體 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 除了回憶這段科學之外 其實我也覺得 可以展望將來 可能我們會出現 第一個臨床的藥物 或者臨床的療法 來去對抗這個蜂牛症 最後想問一下 剛才您提到的 這個錯誤折疊的蛋白質 在那個維基化法裡面都有的 好像是mistakenly floating 這個是自然界自己產生的現象 還是有些的外長素 因為如果自然界產生的現象 照計這個不會在100年之內出現 很久之前已經會出現過 其實有很多理論提出的 聽說很容易就是 透過你去吃同類動物去累積 當初蜂牛症 其中一個蔓延得很厲害的原因就是 他很多時候拿了那些湯圓 那些牛那些屍體 去製造一些飼料出來 然後給牛來吃 用牛來餵牛 於是令到那種錯誤折疊的蛋白質 特別容易累積 這個甚至有人就說 這個為什麼人類的文明裡面 為什麼發展到 就是食人族越來越少 食人的文化是越來越減退 就是因為那種 即是你發覺在人類文明演化裡面 近親繁殖和食人的行為 是慢慢廢掉的 其實它多多少少就是 會不會就是這種這樣的 Pryon 這種致病機制 就是其中一種 就是特別有利 就是特別容易潛伏在 一些人食人的部落裡面 就特別容易去發出一些多餘的病 如果你不去人食人的話 就沒有機會 就是比較少機會去接觸到你 你從人身體面慢慢累積到 這些錯誤折疊的蛋白質 甚至其它病原體等等 那這個是很好解釋得到 其實人食人不是一個道德問題 是一個我們去保護自己進化 是生存演化優勢來的 最後是生存演化優勢來的 還有如果你推移廣之 就是我們不要吃一些 接近我們身體結構的動物 其實都不奇怪的 譬如你說很多時候去 就是不要說吃 不要說去亂接觸 大家都聽過那個人類 怎樣惹到愛滋病回來的故事 就是跟猴子搞 黑色星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吃野味 你還要吃一些比如猴子類的那些 其實我想是 那個骯髒不是說那個反應骯髒 是那種它是特別容易 在它身上是傳染病 能夠感染到它 令它治病的那些東西 也很可能是令到我們也治病 這樣子的 那個機率是會大一點的 嗯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境界 我們應該想一下 我們怎樣對其他人 怎樣對一些動物 好 今天的訪問會 很精彩 我們下個禮拜見 再見 好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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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 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下集中